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自学去录制的C元视频教程 那么本套课程的推荐书其实呢是这个,是第五版的 那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本节课我们就来讲C元的结构体的定义和初始化 那么关于结构体的定义和初始化 那么大家可以去翻一下这本书上的一个介绍 那么我们这呢就随便去百度搜一下看 C元结构体 这边C元结构体 那么就随便看一个吧 那么最主要,最好大家还是去看一下书上 那么结构体这边有一个说 就是结构体是一个包含不同数据类型的一个结构 它可以定义一种自己定义,自定义的数据类型 我们来简单说一下呢,它就是什么呢 就说它,结构体它一个作用就是 可以把一些不关联的数据呢,关联起来 比如说我们要定义一个人的身高,名字,年龄 以及它的一个,这些是一个人基本的一个属性 那么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我们这样定义一个人的年龄 就是定义英特,年龄,然后我们的身高,英特,就定义一个height 就这样吧,然后身高,然后一个名字, name,数据,比如说15 定义,这样,那么我们这样定义一个人 那么比如说我定义一个人是这样 那么我再定义另一个人 那么我们可以用数据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定义五个人 那么我就五个年龄 五个,那么我就用二个数据 那么这样的方式来定义 那么我们这样定义了五个人 那么使用起来可能说很麻烦,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样使用就非常麻烦 我们第一个人我们要访问他年龄是ag,名 那么我然后要访问身高也是用height 那么这样就非常的麻烦 那么我们结构体的出现就是解决这种麻烦 方便我们定义 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有一种类型是人的类型 比如说person这种类型 这种类型,比如说定一个人就是pe 那么pe里面他有一个年龄 有一个那个通过这个pe 那我们就可以访问一个人的所有属性 比如年龄,身高,体重,一个名字 那么就这样就非常方便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介绍如何定义一个 这样的自定义的一个结构 那么我们可以自己定义结构 这个pe中有什么类型 就有什么名字 比如说我可以定义一个姓名,年龄,身高,体重 这样一些属性给他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名字来 名字呢就来访问到我们这个人的所有属性 那么就可以把一些数据呢结构化 通过一个结构体 就是我们今天学的一个结构体呢 就可以把这些分散的属性呢 联合,连在一起 让他们之间相互之间有一个关联 通过我们这个名字呢 就可以去访问到我们所有的一个属性 好,那么我们就看结构体如何定义 结构体它的一个关键字就是stract 我们看一下 stract stract可以看一下 这个要记住 然后我们的结构体如何定义 关键字加上我们的名称 嗯,就一个person吧 或者大写可以 然后加括号 这个括号可以放到下面来 然后里面就是一些属性 那么这就是一个大致的一个框架 记住后面还有一个结尾 比如int int int 嗯,age int int hat 还有 shar name 这边给他15个字节 随便大,那么大致分配15个给他 那么中文的中国人的名字呢 就比如说像一些乌鲁木齐那边的人呢 名字就可能会长一点 那么就可以分配长一点 根据需要 那么这就是一些基本的属性 那么这样之后呢 这样呢 就定义了一个 就定义了一个结构体 那么这个结构体怎么用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 st,r,u,ct,struck,pars,send 然后定义了这样一个 那么把这个struck,pars,send 看作一个int一样就可以了 那么就相当于定义了一个整形的pe 那么这样呢 就是我们自定义的一个类型struck person 那么这样就 它pe里面 它就已经包含了这么一些属性 那么如何去访问 这个很容易 我们给它初始化一下 可以这样初始化 第一个 十一 二十岁 身高 一米八 第三个 按叫 留 就叫自取去吧 好 这样出始化 我们来输出一下 prntf 百分号 d 百分号d 百分号s 我们来输出 pe 下面用点 用点来访问到里面的这些内容 来成员 成员 相当于 好 age pe 点 pe 点 那么就这样 就通过pe加点来 这样就能够访问到它里面的内容了 那么这就是通过pe就把我们的age 还有还有这个name 这些分散的一些数据类型的给它联系起来了 就构成那个结构体 那么我们就先来这样编译看一下 我们先清除一下 gcc 自学7.c 编译没有问题 运行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输出20 180 自学器 那么这是一一对应的起来的 那么这就是第一种初始化的方式 这种初始化 那么 这样定义呢 这是第一种定义的方式 struggle person 然后定义的一个结构体 然后我们用这struggle person 这去定义 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 把这个pe放到这 把它放到这 这块也给你移过去 这样定义也是可以 那么这样定义 运行它同样是输出了这个 那么大家就这个分号有很很有可能会忘记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分号是很有可能忘记的 初学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忘记这个分号的 那么还有一个方式 我们初始化可以不这样 我们这样初始化 我们用pp1.h 我们给他出始化一个23岁 然后p1.h 这个我们给他出始化一个1米9 然后这个name的话 我们怎么给他出始化呢 它是个数族 我们可以用这个 我们前面还记得一个操作函数 strcpy 大家知道copy 那么是把一个字符串 复制到另一个字符串 那么我们就可以strp1.name 它是一个指针 指向的是我们的这个数族 就用我名字吧 好 当然我没有1米9 那就换1米7吧 好 那么这就可以知道23岁 也就是我23岁 1米7 然后名字 那么这就是这个用法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复制 那么当然还可以一个 立名的一个结构体 那么立名结构体呢 我们就把这个名字去掉 去掉之后我们同样编译 明行可以 那么立名的结构体呢 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了 就是它不能够二次的再定义了 比如说像我们前面 struckperson这个 那么这有一个p1的 对吧 那么我们这可以 struckperson 我们可以定一个p1 对吧 如果说我们这没有名字 我们就不能说通过这个来定义p1 然后再比如说再定一个p2 那么这样就不可以了 那么如果说立名的话呢 我们只能这样了 立名的时候 我们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了 p1 再多定义p2 那么就只能这样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立名和 一个有名称的一个结构体的一个方式 那么在这我们就同来做一个总结 什么总结呢 就是我们定义的时候 第一种方式定义结构体 struck 中间就是一些成员 我们就不要去写了 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是我们的struck 加上我们的结构体名称 比如说person 这个跟只要符合变量名称就可以了 第二种方式 那么这样定义之后 一些结构 一些 这是一些成员 我们也就不用去管 成员之后呢 我们要去定一个变量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名称去定义 通过这个名称 struck 加我们的变量名 这个就是我们变量名 这个是结构体名称 这是结构体的变量名 大家知道这个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名 然后 这就是去定义 这第二种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初始化 初始化第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在定义的时候 直接给它初始化一个 一一对应和前面 比如说下门这一一对应 对应的去 初始化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像现在这种方式 P 逐个的去给它初始化 这就是这个 大家去一定去念一下 这是第二种方式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初始化的两种方式 以及我们定义的两种方式 好 那么一定要去理清楚 大家最好说能够去结合这本书上 这本书 一定要去看一下 这本书上的 或者说任意一本C元书上的结构体 大家就都去看一下 然后结合的这个视频理解一下 如果不理解的情况下 再来看视频会比较好一点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另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每次都定义的时候呢 我们都用这个Strike Person 然后P1这样去定义呢 可能说看起来就不怎么美观 或者说麻烦代码写的多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介绍另一个方式 另一个什么方式呢 我们的这个typedef这个 我们百度搜一下 typedef这个方式 可以看一下 它是什么呢 它的作用是 在计算机编程员中 用来为复杂的声明定义简单的别名 这个和红定义是有差异的 是不同的 那么它这是为一个 为一些复杂的声明呢 定义一个别名 就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 结构体声明就比较复杂了 就说复杂的声明 像这结构体的一个声明 就比较复杂的声明 那么我为它定义一个简单的别名 就比如说一个别名 那么我们就来做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先把这个struct这个给它弄到外面去 我们先来做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在这 这个也删掉吧 看着反应 那么我们反应了我们 那么我们就来做个type df 这个这个关键字的一个用法 那么它用法是为一个 类型定义一个别名 那么我们可以为int定义一个别名 那么它用法就这样 首先type df空格 然后加上我们原来的类型 再加上一个别名 我们可以 myint 那么这个这样子后 我们这个myint 也在下面程序中使用 就相当于我们 就是int型 那么它就是这样 myint a等于10 这个我们编译一下看 就是 那么这就是myint就已经代表了int 那么比如说我要把这个int变成long型 那么下面所有的 比如我定义了很多次 这个myint 那么这myint就可能会变成long 那么也是可以 那么我们这样就很方便的 能够通过定义一个别名的方式来 把一个类型转换成另一个类型 那么我们的数据 那个结构体能其实也是一种类型 是我们用户自定的类型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用户自定类型转换另一个名称 那么通过这个名称 我们就可以定义一个 我们这个结构体类型 我们就相当于使用一个int一样 那么就可以去不用struck 加我们的变的那个结构体名称 然后像这样来定义一个了 那么我们来看如何进行操作呢 那么我们类比一起来 typedf文件 那个结构类型 str uct 然后这样 这中间是int age int就一个年龄 加一个名称 一个name吧 就这样吧 好 这边 我们给他一个别名 空格 加一个名称 大写的 然后person 那么这个名称 这个以后这个person呢 就已经代表了我们的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他就已经代表了这个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写到一行上 大家可能更清楚了 大家可以把这个person一直到这个地方 都把它看作是什么呢 看作是一个lum 和这上面对应 直接到这 这地方都看成一个lum 这也是一个类型 是我们自定义的数据类型 一个结构体 一个person名字的一个结构体 然后我们把它定义为一个person这个 然后我们在下面 我们定义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这样 perperson p1 那么这样 给他初始化 初始化一个23 然后170 6 好 就这样 这样我们把这个删掉 在这我们摆放号d 摆放号d 摆放号s 在这我们就 p1 点 age 啊不对 我们这只有两个 那么我们只要年龄加上姓名就可以了 那么就这样 前面这个也删掉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person就已经代表了我们前面的struckperson这一串 那么就来定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结构 这样一个类型 这样个类型 那么这是一个类型的别名 就像我们这个一样 大家应该不难理解 好 我们这样运行看一下 编译 编译 运行 可以看到23 留意费 好 没有问题 这样就这样呢 大家就能够很轻松的理解了 理解了这个typedf它的作用 以及我们如何定义一个结构体 那么大家一定要去根据书上看一下 那么这个person呢 就已经代表了这整一个 那么以后我们写的时候就很方便了 好 那么我们就这个我们就讲这么多 这节课已经快20分了 好 我们如果对这个有什么疑问 大家先去百度再来问 不然的话会比较迷糊 好 那么这节课主要的重点就是有两个 第一个我们的结构体的定义 以及结构体变量我们的定义 以及如何初始化 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 定义一个类型的一个别名 这两个知识点 大家去理清一下 那么对此如果有任何疑问 可以访问我们的自学区论坛